哈啰 Jonathan,哈啰,你好 怎么样,Maira,多久没有回马来西亚了? 很久了,我最后一次回是新年到现在 一年回几次? 大概四次,虽然我的家乡是在马来西亚 可是我真的是很少回,因为就一直塞车 你是新加坡人对不对? 我是新加坡人,不过以前我的父母亲他们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以前我曾经一段时间住在马来西亚 然后天天都要出来进阿坡 哇,那个江是很够利的 那个堵车啊 有时候堵到要下巴士,然后走过那个堂堤 所以其实那一段距离 其实蛮多新加坡人进去都很讨厌堵车 有时候可以堵,看看情况可以堵一个小时 所以开车啦,开车进去 所以以后有了那个RTS RTS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过去的那个堵车的那种情况 就可以缓和这个情况 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嗯,我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项目,对吗? 它就是只要搭两个站 然后我们就可以搭这个RTS 就直接是去到柔佛了 你知道这个项目吗? 它是叫做锦铃家园 哦,锦铃家园 就是Malwood Grand 对,是 然后是城市发展商 对,然后就是真的是超方便的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到马来西亚去消费的话 去住在锦铃家园是很方便的 因为走去地铁站也是很靠近 所以那个时间 所以说假如是从地铁搭RTS到柔佛的话 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我想那边的发展上是讲 那个时间可能少过10分钟了 可能 哇,这么快? 对对对,而且 Custom要Custom 对,要Custom 也是蛮快的 因为你只是在新加坡的RTS那边 你会Clear两个Custom 就是那个移民局那边 对对对 就是也是超方便 对对,所以就很快 你可以一下子做完这个 然后你坐到那边 然后去到柔佛那边 下车 你就可以去购买了 你认为这个项目有什么卖点啊? 卖点啊 OK 在这边我是讲整个北部的那些地铁 好像那些项目啊 这一个是最靠近地铁站 它走就可以走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走到那个地铁站 是是是,那天我有就是试了一下 对 就是少过5分钟 超方便的 然后就是我记得还有就是有遮盖 就只是过马路那一段没有遮盖而已 对对对对 还有楼下就有那个什么 拖儿所 是那很好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有拖儿所 就不用哇 跑上跑下工作 然后就急着带小孩 对对对对 所以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就是在那里接小孩就可以直接回家 超方便 你送他们还有接都很方便 是是 或者是你可以家里有一个家长也可以去帮你接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那边附近都有小学啊中学啊 还有那个 那个 玻璃也是对吗 玻璃还有那个 JC也是有 啊就可以直接 所以你就住在那边你就不用 就是他的学校都可以从小念到大 就不用搬家 大学的时候再去搬去西部 对对对对对 看他们要进什么大学啦 如果你是去FMU啊这些 就是做那个 Thompson Line也可以去到市区啊 从那边做到市区的话 差不多三十几分钟到五九 哦那很方便耶 所以其实花的时间 算是很方便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North South Corridor 就是这个Expressway啊 直接从Woolens那边一直下 高速公路对吧 对高速公路对 直接下到波底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Thompson East Coast Line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 攀生 攀生县 对吧 就是那个 那个我们讲褐色的 褐色的点 Brown Line OK OK 好 那么你觉得 用有什么 对啊 用有什么 就是 促使人家想说 不不不不 我不想买这个项目 不想买啊 可能 就是说可能他们会觉得 Woolens这边会比较糊涂一点 啊 为什么 Woolens就是觉得 可能就离其他的 因为如果你是按市中心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这个地方 离得比较远 啊 不过如果你是讲 这些住习惯啊 住在好像北部的那些居民啊 住在固然啊 住在义顺啊 还是山巴王啊 这些人的话 他们其实是不介意 住在这一边 因为 呃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 那么价格方面啊 价格可能他们会嫌比较贵啦 不过 其实 现在新推出的项目啊 好像那个 轮多 那一代的那些 都是两千多一方舍 所以 其实 这个是不得已的 因为发展上 当时他买的地 也是比较贵 所以就 价格一定 相对一定会比较高啦 那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新加坡就这么 一小块地 对吧 所以真的是遍地 对啊 黄金 对对对 然后 这个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 所以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通负膨胀啦 每样东西 我们吃的也好 每样东西都 都涨价了 对都涨价了 所以其实 这个是一种 必经的一种 一个过程 对对对 你们说 你看了示范单位吗 还没有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开 我是很期待 10月11号开对吧 对对对 你注册了吗 一定有注册 对对对 注册了对吧 好好好 假如你想看的话 记得一定要联系我 我是Maira 我的号码是 91144224 我是Jonathan 我的号码是 90902642 好 我们等着你哦 希望你会来参观 好 拜拜